各位好,我先来介绍那个第七章的第十页的自动指令校正相片颜色 好,那我们这个02这张图,那我们预画要把它做成这样子 那所以我们先把它打开,我们先把它关掉,重新再做 我们把它打开我们的旧档,就02这张图 02.jpg这张图,打开哦 打开,打开以后我们把它放大一点点 好,首先我要做的三个动作是自动调整 在影像里面你可以做自动色调 蓝调,还不错 自动对比 没有感觉 好,可能对比已经很好了 自动色彩变成软色系的黄一点 自动黄一点 黄了,但是我还是喜欢这个色调,自动色调 比较好看,好,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复制一份 Ctrl J复制一份 那我们想说这样子太简单的自动,我们希望这张图能够有点变化 那我希望能够用到,这边有一支那个 艺术步骤记录笔刷工具 它可以让它变得有点模糊 你看 很不错吧 有吗 还不错 还不错的一个可以做 那越细一点,越细就是越细 越细 越细就会越细 就会刷出来它那个感觉 蓝花的感觉 但是我们不要这么细 我们不要 要粗一点荷花的感觉 我们不要这么细 好,那我们希望能够粗一点 就是把它放大一点 笔刷把它放大一点 然后再把它涂一涂 荷花再把它涂一涂 涂一涂 涂一涂 让它有点 变模糊的感觉 好,那这个做好以后 做好以后 我们就把它这个影像 再把它放上来 我们再复制一涂 下面这个再复制一涂 然后上面这一张图 我们做个遮色片 然后做一个渐层的遮色片 渐层的遮色片 然后我们去选那个黑色的渐层 然后把它刷一下 太大了 我们再重新做一次 不要太大 好,可以哦 模糊就好了 好 这样就会清楚就好 好,其实我们这样做 我们就是要让中间 其他地方模糊 好,那我们就把它合成起来 那其他颜色的部分 我们可以再做一个叫做点 那个光圈的模糊 那光圈的模糊在滤镜里面的模糊 叫做光圈的模糊 叫做模糊收藏馆里面有光圈模糊 那我们可以再打一个光圈模糊 那可以强一点 让它很模糊 颜色模糊 哇,它就很清楚哦 这样子 好,那我们就按确定 好,确定以后它就会跑模糊这个动作 让周边虽然我们打一些艺术 看起来就很模糊的感觉 好,那这样做好了以后 我们希望它能够有一个光 那我们就打这个滤镜里面的 风格 演算上是一个光圆效果 那光圆效果里面 我们就可以打出一个光来 打出这个光 那你看你要喜欢这个光圆 你可以调整哦 好,那这个位置也可以调 你要打在哪里 打在哪里都可以调 我们现在把它打在角落 打这个角落 好,这个大小也可以调 也可以调这个框 大小,光,大小 好,那你可以调 框的大小 那你也可以调颜色 要点亮一点 很亮,对不对 好,你可以调暗一点 你可以调成这么暗 那中间你可以调两张 然后再一张亮一张暗 再把中间打光也可以 好,那我们就打亮一张 这样子好了 一点点亮 好,这样是我们想要的 好,那就按确定 按确定哦 好,那这个确定好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 但是我们中间希望它能够是亮的 好,那我们再做一个折射片 那涂一涂把中间这个白色 有点亮 可以吗 有点亮 好,有都不一样亮 你也可以把它涂亮 这一支 但是有点亮了,太亮了 好,其实我们可以不要 可以把它涂回来 如果不要把它涂回 让这个花是中间的亮 就好了 也可以哦 让这核花有特别不同的感觉 有点光的感觉 光的感觉 好,那这张子我们就完成了 完成了 好,那大家试看看 这个工具还蛮好用的 好,可以让它旁边摸一核叶 重点放在这里 重点放在这里 好,大家试看看哦